大家好,我是小诺 今天用红薯分享一个新做法 把红薯放入绞肉机中,瞬间变美食 吃了半辈子的红薯 这个做法我也是头一次见 真的是太厉害了 想学的点击屏幕上的有用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块红薯 把它清洗干净后 用削皮刀削去外皮 红薯我们最好选择这种红皮 红囊的红薯 这种红薯口感软弱香甜 做出来的成品颜值高 红薯在我们这边 有人叫它地瓜 有人叫它芋头 名字还是挺多的 去皮后再将它切成小块 红薯是一种很常见的食物 含丰富的卫生素 淀粉 蛋白质 是一种低热量的食物 很适合健身减肥忍食使用 切好后把它放到绞肉机中 往里面再加入150克的清水 盖上盖子把它打碎 打成红薯汁 打好后把它倒入大碗中 打出来的红薯汁 颜色非常的漂亮 往里面再打入一个鸡蛋 增加营养 再加入三克酵母 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搅匀后再分次往里面加入面粉 边放边搅拌 把它搅拌成粘稠的面糊状态 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可以更好地掌握住它的粘稠度 搅拌成这种粘稠的状态 我这里一共加了200克的面粉 再搅拌搅拌 把面糊搅拌得细腻一些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 口感筋道 吃起来又嚼劲 搅好后盖上保鲜膜 放在一旁饧面20分钟 这个时间我们再准备一些配料 准备一根孩子爱吃的火腿肠 一把小香葱 火腿肠先把它切成片 切的时候用刀尖这样一滑 就划开了 再切成条 最后切成丁 火腿丁不要切得太小了 像饰品中这样就可以 切好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小香葱把它切成葱花 葱花我们可以多放一些 这样葱香味浓郁 吃起来口感更香 切好后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红薯面糊不要完全醒发 20分钟就可以了 用筷子搅拌搅拌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再放入一半的葱花 用筷子搅拌均匀 电饼增预热 刷上食用油 倒上我们调好的面糊 用铲子整理平整 攀成一个圆饼 盖上盖子烙一分钟 把面饼烙至微微定形 一分钟后打开盖子 在上面撒上切好的火腿丁 葱花 再撒上黑芝麻点缀增香 用刷子再淋上一些食用油 锁住水分 用铲子按压一下 让火腿丁葱花 在那更加老固一些 盖上盖子再烙两分钟 两分钟后打开盖子 再借助盘子 把面饼翻一个面 面饼是用红薯做的 因为红薯受热 发粘发散 面饼容易裂开 翻面后再刷上一层食用油 盖上盖子再烙两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再借助盘子 给它翻个面 然后转动一下饼皮 让饼受热均匀 烙至两面金黄 火腿肠有点微焦 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借助盘子出锅 放在菜板上 切成小块这样方便食用 大小形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 切好后摆入盘中 端上桌就可以给家人们美米的享用了 这样做的红薯小饼颜色金黄 有火腿 葱花 看上去很有食欲 咬上一口 咸香软糯 特别的好吃 刚出锅 孩子就抢着吃 红薯做的小饼 好消化 吃多了也不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不一样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小铃鑾 或者是耳朵 留意 癪 时 少